张本志和高兴走了 樊振东料狠话彻底摊牌 刘国良果然没有看错人 大家好 我是孟瑶 欢迎来到孟瑶说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国评 聊一下樊振东和张本志和 在视频开始前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咱国评 支持樊振东的球迷朋友 给孟瑶的这条视频点个赞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目前呢 本件WTT世界杯的男女单打决赛名单 已经出炉 女单决赛是我们的一场内战 由孙颖沙对战王毅迪 不论谁输谁赢 我们都已经提前锁定了 这枚冠军奖杯 格外引人关注的是男单的决赛 是由我们国评一哥樊振东 对阵日本一哥张本志和 在此前的视频赛上 樊振东是力压群雄 获得了男单的冠军 而反观张本志和 却遭遇了一轮游 早早的就退出了男单的比赛 那么在这次的赛事中 张本志和状态提升的很快 一路上也没有遇到多大的阻碍 比较顺畅的就闯入到了男单的决赛 就算是在半决赛 碰见名将雨果 也没有给对方多少机会 也彰显了张本志和 目前的一个实力 那么在比赛中和赛后的采访呢 张本志和还是跟以前那样 比赛中大吼大叫 赛后的采访也是非常的兴奋 或许他对于这次的冠军奖杯 势在必得 樊振东自从来到新加坡以后 开始的状态并没有比 世拼赛的时候好 首轮比赛面对德国的三号主力 弗朗西斯卡也打得非常的艰难 从比赛中我们能够感觉到 他还是受到了时差和比赛规则的影响 比赛中樊振东我们看 都有些熊猫眼了 这是没有休息过来的一种表现 但是好在樊振东还是凭借着超长的实力 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这关 此后的比赛 樊振东越打越好 状态回升的很快 特别是在和队友王楚清打完半决赛后 我们感觉以往的那个樊振东彻底的回来了 那么这种状态的樊振东对阵张本志和 我想张本志和是一丁点机会都不会有的 樊振东也在赛后的采访中说了一番话 让我们感觉到了国平一哥真正的霸气 似乎也彰显着樊振东对于这个冠军势在必得的决心 樊振东说和队友王楚清打得比较胶着 在比分上也是双方交替领先 这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同时呢也使得他状态提升的很快 其实我们从这段话中能够看得出 樊振东表现出来的一些态度 首先他是肯定了王楚清的实力 认为他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这也是尊重王楚清认可王楚清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不对 但是樊振东说的最后一句 这让他的状态提升了很快 那么我们从这句话中能够得出 樊振东是有些欲强则强的意思 正是因为前几轮遇到的对手实力不是很强 很难调动起他个人的状态 而在遇到王楚清之后 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 这才让他的个人状态提升的很快 言外之意也是有感谢王楚清的意思 是王楚清的出现才激发了樊振东状态的提升 那么樊振东撂了这句狠话 也像是彻底跟决赛对手张本志和摊牌 他将会用更好的状态来迎战日本的这辆小摩托 同时樊振东在撂完这番话之后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真正的杀气 不是张本志和那种靠着在赛场上 大喊大叫来提升自己的士气 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真正的霸气 那么我们再回想张本志和在半决赛后的那番言论 那份欣喜真的让我们感觉到他有点高兴走了 在面对樊振东强大的实力和强大的气场的压迫下 我想张本志和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乖乖的认怂 接受输球的结果 提前的为自己失败做好准备 不要到时候再次心情崩溃 力撒采访现场了 我们也期待着樊振东能够在今晚的比赛中 直接4比0横扫日本一哥 让他彻底的臣服在国平强大的实力下 我想当刘国梁知道了樊振东这一番霸气的摊牌后 也会倍感欣慰 当初没有看错人 让樊振东来挑国平的大梁 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也期待今晚的决赛大战 期待樊振东再次捧的奖杯 好了 本期的梦瑶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请您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